解救普通人遇上宿敌 行動黨吸引默區國會議員林立穎 打著真正解救普通人組織的名義 為民請願 促請JJPTR創辦人李宗盛和他的父親 在48小時內現身 針對公司戶頭被駭客攻擊 造成將近5億令吉損失一事 向警方報案 否則行動黨絕對不會善罷甘休 勢必動用網絡和民眾的力量 全面打擊李宗盛 我們要他5月1號現身 不要再搞失蹤了 他已經不見得幾乎一個星期 是從23號 所以我們要他現身 他如果不現身呢 我們就會向有關單級投砲 從國家銀行到警局 到內貿銷部 我們一定會 一定會想辦法 使用我們行動黨的網絡 還有來自大眾的協定 一定要把它找出來 林立瑩也指出 雖然李宗盛多次透過臉書 指自己還在我國 但根據他從移民局打探到的消息 李宗盛似乎仍在泰國 此外林立瑩也套轟李宗盛指 5億令吉在國外遭駭客奇劫 所以就算在國內報警也於事無補的說法 他促請李宗盛交代清楚 究竟是設在哪個國家的銀行戶頭 被黑客攻擊 那個5億是在外國不見 我們要他公布 是 什麼貨幣 是 Ringgit Malaysia呢 還是那個北韓的錢幣 我們要他公布 然後我們也要他 承認 在這個5億 在他 穿涉去外國之前 他也沒有我們國家銀行的批准 還是他經過這些地下錢樁輸出去 林林說每一家公司都必須匯報賬目 如果李宗盛不報警 那公司的賬目又是如何通過審計 他促請李宗盛不要再當過街老鼠 而是賺出來給所有投資者一個交代 NTV7 綜華報導 從BAP 和B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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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